华临县府建设处111年度的社归师注点辅导计划 今年在加湾如火如荼的展开 而为在加湾部落营造部落绿色环境基地协会的木工基地 作为第一步的空间营造改善 而空间营造以安全为诉求 并将环境规划成为更让人容易亲近的地方 由华临县政府建设处110年度社区规划师注点辅导计划 今年在加湾如果如荼展开 9号在加湾时73号木回栏工作坊举行启用典礼 为在加湾部落营造部落绿色环境基地 将本协会的木工基地作为第一步的空间营造改善 有社区规划师进驻辅导以及部落自主规划以及师座 并有辅导单位绿企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在施工以及计划进行提供专业的指导以及协助 空间营造以安全为诉求 并将环境规划成为更容易让人亲近 我们今天的活动最主要是针对我们花莲县政府 一个社会师注点辅导计划的一个成果展现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除了我们洛主席还有各位来宾来到现场为我们来祝福之外 那另外我们还要布落一些期劳一些来欢庆这个活动 那这个计划的话 其实我们花莲县政府在辅导我们的时候 有我们的辅导单位就是我们立期规划股份有限公司的黄老师也一起下来进驻 那我们还有两个社会师一起在这里去辅导这些计划 所以在整个计划进行虽然经历过蛮多的困难 但是在辅导单位以及我们的社会师的进驻之下 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在进行 所以这个活动本来我们现场的这里现场是蛮脏乱的 那现在就是变成非常干净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我们也欢迎未来有部落的族人是外面的游客都可以来这边走一走 那我们最主要还是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有这个时间点 然后就可以去做我们自己社区想要做的事情 修理下面代表会主席洛伊安林肯定部落教育协会的用心和努力 这次我们加湾部落交流协会在这一次的活动 就是花莲县福岛的社会师的计划里面 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在公所跟代表会这方面都会全力支持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协会在四周的时候部落主人们运用自己的装裁 从水泥工、铁工、水电各式的技术工 清洁出草等工作都是由部落主人自行施作 在成果展示当中邀请到了新闻下面代表会主席洛伊林 立委高金事务美陈美联联合服务处主任 吉美村村长田黄真助理 还有部落事务组长田定宇 组长林秀莲一起来为大家祝福 也让主人们共享营造的成果 一同来体验目桌的各项创业活动 感谢黄金城府县长许臣卫的支持和鼓励 让部落营造有不同的旅程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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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